接下來看到是另一場在歐洲的戰爭 俄烏戰爭打到現在將近是一年十個月了 由於美國共和黨在國會的意見比較多 導致原污法案頻頻卡關 前線現在已經彈盡原決的狀況下 仗還是要打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在年終記者會上就表示了 軍方提議最真招四十五到五十萬人入伍 那麼這是戰爭戲劇化的一步 那麼因為這是高度敏感的議題 在送交國會審議前 烏克蘭的軍方跟政府還在討論當中 畢竟動員這麼多的人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錢才行 不過經濟學人有一篇文章就指出了 烏克蘭現在遇到的是難徵兵的問題 官員開始到健身房了 還有購物中心這些地方 突襲式的徵兵 但結果還是不理想 許多新兵都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體力嚴重不足 那麼烏克蘭政府也持續 針對徵兵制度來做改革 同時來看到歐洲其他國家 因為這場戰爭打了這麼久 拉緊報 來看到芬蘭 瑞典跟丹麥 都陸續跟美國有合作 先來看到的是芬蘭部分 允許美國進入十五個軍事基地 瑞典的部分是設立了美軍的運作條件 包括美軍還有物資的部署 另外丹麥是最新跟美國簽訂十年防禦協議的國家 允許美國部隊跟軍備來常駐 那麼另外德國也展開了二戰後的大規模海外駐軍 派數千人的旅籍部隊到立陶宛 攜手應對俄羅斯的威脅 先把時間還給晨曦